用一条庞头鱼做了两种煮法 鱼碗汤 剁椒鱼头 油汤 油油菜 这个花链我们来的买40块钱斤 你来的买好多 花链的鱼头比较大 我们把它切下来做剁椒鱼头 这个鱼的牙齿还有黑沫 铁骨血 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 再给它写上一些花刀跟乳儿 腌制鱼头不用放盐 肉质用一边菜 胡椒粉 洋葱给它涂抹均匀就可以了 好多人在家里面做剁椒鱼头 不像饭店一样 有这么大的圆盘 就算有那么大的圆盘 哦吼 多么量大 在家里面你就像我这样来操作 我们把洋葱炒香 上面铺上金针菇煎好的豆腐 再把鱼头放上去 这个剁椒酱是专业大厨 调好味道的 不需要绽放其他的调料 用隔壁小孩吃饭的勺子把它摊平 淋上蒸鱼汁油 还有和剩料的啤酒 熬上一坨猪油 撒上几个豆翅 擀上盖子 蒸8分钟 这个剁椒鱼头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煮鱼碗 先把鱼肉取下来 这个贴在鱼骨头上面的肉 我们给它去干净一点 去掉鱼皮 还有这个鱼红 要把它清理干净 再给它切成薄片 也可以用勺子把鱼肉挂下来 切好的鱼肉 我们加入盐 清洗掉里面的血水 腥味 再泥干水 放入焦肉机 加入姜葱水 先要搭融 搭好的鱼肉 用米楼 跟它过滤一遍 接下来再加入盐 胡椒粉 鸡蛋清一锅 再来加一坨猪油 冰块 把它搅水 把它搅上劲刀 再来加入生粉 这样再搅个几分钟 做好的鱼碗 放在冷水里面 它会漂浮起来 不得上 煮鱼碗 一定要小火清醉 不能烧开 我们煮好的鱼碗 放在冰水里面 给它泡一下 这样的鱼碗 Q弹 又劲道 接下来再把鱼骨 把它炒香 来熬汤 把鱼汤熬至浓北 在锅里处里面的鱼池 用鱼汤来煮鱼碗 它更香更浓稠 加入姜丝 调味 只加盐 有胡椒粉 再加入一些虾皮 脂柴 再放上一些枸杞 配个鱼 就可以出锅了 汤北 尾鲜 鱼碗 Q弹 好吃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起来 试一下哦